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我肥康 話說Miss Poon 事件 一位很慢的人走出來說幾句 沒錯,就是大家所期待的 人中女報Sigma哥哥 大體上的內容 Miss Poon Emilia Wong 他們也是打著女權的名義 去做一些混蛋的行為 甚至在這件事裡面 對,她是藉著被人騷擾 就要包裝成女權 然後對那個弱智仔做很多不同的行為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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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引起這位Emilia Wong女士 走出來回應 在我說她的回應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幫助 Like Share 還有記得幫助訂閱本台 大體上就出了十個項目 去說一點點 第一個項目 Miss Poon 從來都沒有說過 自己是女權 甚至是否認 她都沒有提過 關於任何身體自主女權的論述 我等人再回應這件事 因為其實 有一項目是有點抵觸的 那第二呢 那我的Pose相片 一開始就是為了幫自己壓迫中解脫 亦都是為了吸引別人看我的論述 所以亦都不 就說到 去到之後 除了單純喜歡之外 亦都希望可以進行一些論述 亦都要關心政治的人 因為這才是我正確的事 不謂討好任何人 這點我都暫時 都沒什麼特別回應 那你拍照怎樣 關我差事 最重要的Point 一定是下面的東西 那不是割不割席 而是我本人從來不同意 Mr.Poon在鏡頭前 有任何看似暴力 Google 雖然實際不是的行為 但這些有實質記錄和證據 在適當的時候 我會公開 我是要Poon答應我 不要做一些看似暴力的事 才願意出發去酒店 警察查看我們WhatsApp紀錄 就會看得到 那 我先不要說你有沒有去制止他 你的確 在現實裏面 是都沒有制止這件事 心知 你都叫做玩完一份 你拿條鞭 那鞭鞭鞭鞭鞭鞭鞭 當然沒有鞭鞭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不過你這件事 都是一種另類的暴力 是不是 你不是真正正正向肥仔去打他 但是你這件事 是威懾來的 那你有沒有去 然後 你做完這件事 然後 制止 這件事 有點奇怪 是不是 真的嗎 是不是 那 話雖如此 我都不怪責他突然間直播期間玩SM 我明白到 什麼是先推到這個地步 而所謂這一步 也都不是很大不了的 基本地 取得騷擾者的concept 會有任何實質上的傷害 連痛都不痛 不完美 也都不是韜天大著 實質上的傷害 那你是不是 Amedia War 是不是包括 不單止這個物理上的傷害 甚至是一個精神上的傷害呢 喂 大哥 這件事是我們看不到的 是不是 但是 不過 完結了這件事之後 喂 這個所謂的堂仔 都是有一個精神上的傷害 是不是 哪怕他是仆人 但是他受到精神上的傷害 會不會 是你這一步的所謂SM 玩 搞到他一個精神上的傷害 那當然 他再補充多一點點 喂 如果肥仔是受害者 那Mis Poon也是 如果Mis Poon是欺凌者 那肥仔也是性騷擾者 如果肥仔是輕到弱智大了 那Mis Poon情緒崩潰也是大了 做人呢 就不能雙標 不能只說一方不是 那我沒有實說 兩邊都全家產得美 我一直的point就是這樣回應 問題 肥仔是仆街全家產 但是你做的方式也太過了 喂 你雖然可能不知道也不知道也好 你這樣 去玩一個SM 甚至你是公諸於世 喂大哥 這個傷害 是遠比那個人所謂 說幾句去 去性騷擾你帶來的傷害 當然兩個傷害其實差不多 但是你有沒有理由 不是說弱智者要加分 但是這個傷害 就算對一個普通人來說 是永遠都磨滅不了的 沒錯 他做錯了 但是你這個傷害 不代表是沒有傷害的 OK 所以其實兩個都是仆街全家產 但是由你 Emilia Wong 說這句話 那整件事的意思 就有一點點不同了 你是當事人 或者你甚至是 站在misspun那邊 你這樣說 去做一個所謂 打五十大版 兩邊都錯 只是想減輕misspun 被人對錯誤的判決 或者對他的 攻擊 減輕misspun 那我角度不是 我角度覺得 你們兩個都混蛋 兩邊都不幫 是不是 我又不是站哪邊的 但是你不同 是不是 你簡直是 你站在misspun那邊 然後去五十大版 打人家五十大版 或者叫輸了 有一句說話 就叫做 喂 你輸了想拿回炸沙 被人的感覺好一點點 那沒必要 那你真的做錯了 是不是 即是你懶惰肥仔 都不代表你沒有做錯 更何況 那再看你一點點 販賣性感 那就要性受性騷擾 那其實就是在認識pun的時候 我跟一般KOL一樣 面對網絡性騷擾 因為怕麻煩 絕大部分扮看不到 那他教會我 適當的時候要做實際的行動 反擊 的確 性騷擾 可能是扮成性感的代價 這個承受西客服務的代價 但是 不代表 西客和性騷擾是對的 如果一句 預了 就沒有仇報 那對性騷擾者 都應該要預了 被人打死 好像是 不滿性騷擾 反應性騷擾 也都沒錯 當然反應的方法去討論 但沒有資格去 要別人遭受性騷擾的人 啞印和顏色 我從來是沒有叫過你們啞印和顏色 那你們過去的方法 我都沒有所謂的 你就是騙了那些藍絲粉 去上手店 接著就 放他們飛機 都可以的 是不是 你騙了幾千元 去預訂手店 那就讓他們煮一碗 那這些沒有問題的 問題是這個方法 我都覺得 即是你打人家SM 方法 真的有問題 OK 我沒有叫過你硬吃 其他人都沒有叫過你硬吃 而是 都沒有叫過你 你萬性這樣想 就要承受這些 我都不認同 你不要 覺得這一點東西 即是我們所有的網民 就覺得你這個方法是有問題 那為什麼不可以乾脆地 認了你的方法是有問題 或者下次這樣想 就算都是要 喂 好像是 死雞撐飯蓋 他撐好這件事 是不是 那腳再看下去了 一篇敏地亞牆 那以性羞辱 我不同意以性羞辱別人 特別是女性 但潘同的看法自然不同 而有相同之處 那我不同意性羞辱別人 但在大程度 就是因為這些不等 不平等的武器 即使同樣是拿照流出 女性受到傷害 往往被男性大得多 當苦的羞辱 以之適用於女性性在武器 亦都有著深仇的仇女 性別歧視背景和色彩 那OK 即是你說到 以性羞辱就是一個女性專有的東西 那老實講 OK 那其實男性都有的 甚至 你這樣去講這件事 我覺得是 不認同 即是你就是 喂 女性多一點 男性少一點 可以 可以 不 下一個項目就來了 不過潘的論點 跟我反思不少 他講過 性別平等的窗熱者 沒有責任 在消滅一切的罪案 所謂不好的思想 就是天荒夜譚 矯枉過正 也都讓性平工作者 既然改變不了社會 以性羞辱女性 其他的性罪案 應該讓男性感受一下 那就跟這件事沒有關係 他說 讓男女也感受到 同一種的價值 綑綁 這樣算是平等 那你不是真的跟你上面那個 說自己不能是女權有分 即是有抵觸的 不屌尼 喂 你說自己不是自稱女權 但是你所說的東西 都是跟女權有關的 你要挑戰那些男士 即是被女士威嚇 即性騷擾那樣東西 問題是你用這種極端的女權去做 喂 那你 你這件事 等於是要男士承受 女士被人的性不平等 那樣東西 那你跟女權的一部分 都是一樣的 即是 整個狀況就是 喂 我沒有叫人殺人 我叫人棄友 喂 喂 殺人和棄友都可以是一樣 即是其中一個部分 來的嘛 棄友只是殺人其中一個部分 來的嘛 那你怎麼能夠 喂 這樣說沒有關係 是呢 是嗎 這個是 是想脫罪的一件事 那我覺得 沒有啊 那即使你不是說女權 那這件事 那你自己都是做錯的 對不對 你做錯就是做錯 不論你是女權 或者不是女權 你錯就是錯 我 那正如我想說 我使證據和紀錄 證明我跟大家是一樣的 一來驚訝 那我從來沒有預計過 潘在鏡頭前會這樣表現 然後我一直被人抓中屎 那我沒有怪他 那我明白他沒有 沒有任何知性 騷擾如害令人力疾病 他也都明白了他的思想 當然 我會反映一下 怎樣做得更加好 但是這件事發生了 也都改變不去的 我樂意接受法庭的審判 也都不會向任何 無關事的網民影錯 和低頭 OK 那你自己是否驚訝 是不是即是驚訝呢 那你都知道了 是不是 那你不可能 即是你自己 甚至落在其中 在那裡拿一條皮靶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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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 我不能判斷 即是你口同被咬的事 但是不過我覺得 你都好像有份加海 OK 那第九個點 就是 這些廢話就不回應 第十個點 那我就想講多一點點 那它 它其實一直都是講 Emilia Wong 或者Misphone都好 那其實 他們都是把 喂 我被人拘捕了這個事件 然後 然後 去包裝成一個 即是再提升到一個政治的事件 就被人說是一個濫捕 因為你的政治的背景而被濫捕 濫捕了三十個小時 然後就要跟那些搶槍法、搶野犯和販毒的人 去坐一個和一個臭駕 那麼這個行為 第一件事你提升到這件事 那我是不是事實呢 這件事我不評論著 是事實吧 這個實質的效果 你其實都是想 借這個政治式的邁小強 令到那些人去 叫做去支持你 就算那些人不支持你也好 都希望獲得那些人的同情分 我經常說 你獲得人的同情分 就算之後翻山也有翻山 詳細這裏我不講 那十幾二十萬次這一點 挑你的論壺又是同 一段論述來的就是 喂我坐了三十幾個小時 又要跟別人的言語收弱 怎樣怎樣怎樣 喂賣小強 我說的 OK 是的確賣小強的 那不代表你不會做錯 心水清的人都會這樣想 你這樣賣小強 可能會獨得一些人的同情 問題是 這件事你不是玩得太over 那怎麼會人報警呢 你只要去酒店 去困一下別人 那沒所謂的 你那些 你抓不到的 你沒有證據 可能有證據 大家說 喂 都抓不到的 人都不會起訴的 但這件事是違反功德 有違功德 那你這件事真的會違反到 對不對 可能呢 那大概他的內容就是這樣 基本上 最主要都是去回應 叫他間接去回應 這個Sigma的內容 那看完之後 OK 其實都是 鼻寵就輕 說自己不是女權 但是你是不是 即使你不是女權 去這樣修辱別人 是不是對 大家都覺得不是的 就是修辱別人 欺凌別人 這件事過分了 這個行為 是SM人家 過分了 那當然你要這樣去割隻 即是 要跟他保持一些 的社交距離 都未必是對的 那大概 今天就說到這裡為止 下次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